动听音乐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呀,我是小李子 品富珍出道很多年,现今已然是乐团的天后级歌手了 比起最近又爆裂的王心凌来讲也是丝毫不逊色呢 不过这位金曲天后最美的瞬间呢,却是留给了美少女组合SHE的时代 00年代初期正是寒流组合的鼎盛时期,很多人都在追着寒流跑 不过当年SHE的登场却好像告诉粉丝们,我们华语乐团从来不会输给寒流 这首歌在发行的2006年就走在了流行的最前沿 去年的时候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一阵子 让人惊讶的是,去年2001年听着很多网红歌手翻唱这首歌 也是一点都不过时啊 就算是现在听起来也是不是很好听呢 心跳的声音,蹦蹦中的音,怕你声会听,高快按下童话节 拉上耳朵提高清觉神经细胞全面接 被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被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SHE的《你曾是少年》是电影少年般的主题曲 从歌词到选绿皆充满少年情怀 小李子初听这首歌曲是真的感觉头皮发麻呀 太好听了 我的少年时代没能活在王心灵 SHE活动的时代 不过感谢音乐媒体和短视频平台 能让我渐渐接触那个美好的时代呀 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 许多年前 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刚跑起来 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 想看见这世界 去最永远的远方 许多年前 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奔跑起来 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 想看见这世界 去最永远的地方 许多年前 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奔跑起来 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 想看见这世界 去最永远的地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还可以观看其他影片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跟違う Zither Harp